大使你怎麼看 因為中國大陸軍事的崛起 所以它要反介入跟區域拒止 所以台灣要怎麼跟大陸相處 真的也很重要 譬如說中國大陸也已經有 什麼東風26跟27 一個是什麼 關島快遞跟夏威夷快遞 就是要把美國的力量 不斷的擠出這個拒止圈 倩姐不斷提醒 這個拒止圈早就已經在台灣的東部了 這是第一島鏈而已 第二島鏈第三島鏈會慢慢擠出去 好那再看到下一張 難怪現在日本也很急 他會覺得說 老大你轉彎不打方向燈嗎 我也想要怎樣跟中國大陸好好談嗎 尤其中美已經恢復了軍事對話 然後來看到是 這個習主席 最近16號的時候 也跟岸田文雄會晤了 然後說要建立新時代的中日關係 那牛潭琴有說三個微妙變化 第一個是重提的是戰略互惠關係 還有解決核污水排海的問題 要找到核適途徑 要有解決的方式 另外習主席強調反對霸權主義 但是美國還是緊緊抓住呢 像是韓國以及日本 一開始的時候也跟呢 這個影席月啦 還有岸田文雄會晤了嘛 然後呢說 要談及印太地區啦 開放自由啦 中東局勢這些相關的問題 然後美國也不斷的武裝日本嘛 比如說給他23.5億美元的 400枚戰斧飛彈 然後呢他怎麼樣 又圍堵大陸啊 什麼IPAF啦 印太經濟框架開會 就他遲到了一個多小時 但是相反的中國大陸呢 跟這些太平洋島國 人家怎麼樣 在辦太平洋運動會啊 他所羅門的這個運動場呢 可是中國大陸幫他出資的 大使你怎麼看 其實就有軍事對抗角度上來看的話 這個日本 韓國 什麼所羅門 什麼斐濟啊 他們都是從屬性的 他沒有決定性的角色 所以我覺得習近平跟他們就見面 沒有辦法根本感覺 改變現在這個整個 東亞的這個軍事對勢 因為這些國家 習近平這些國家基本上都是 除了所羅門 基本上都是跟著美國的政策走啦 美國過去基本上 沒有以中國在軍事 作為強大的對抗對象的時候 這些國家自然沒有行動 可是現在這些國家都行動起來 日本 韓國啊 這些連菲律賓啊 什麼都行動起來啊 這當然是美國在背後 這個主導的一場戲嘛 一場大的對抗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現在這一次習近平在舊金山 跟這個拜登見面 解決了一個問題 就是什麼呢 解決了這個經貿對峙的問題 讓美國啊 包括雷蒙多 雷蒙多在習近平講話之前 在這個15號的晚宴之前 雷蒙多也發表演講 他基本上傳達一個信息 就是說 美國無意惡阻中國大陸的經濟崛起 而且呢會繼續跟中國大陸 在可能的面向盡量合作 這當然就等於說 當著習近平面 就對美國的所有的這些企業主來講話 那麼做了一個宣示 讓這些美國企業主放心嘛 那這個部分事實上是 可以說是 經貿的這個對抗 美國發動經貿的這個戰爭 事實上解決了大概差不多六七成的問題 因為他還有小院高強的問題 還有雷蒙多跟美國這些官員 口上從來不肯鬆口的所謂 美國的國家安全 連雷蒙多都在搞國家安全了 那個 葉倫不是也講國家安全嗎 所以他的國家安全就是說 他要進行 對中國大陸的經貿的這種對抗的這種作為 還是會存在 可是這個什麼叫國家安全 由他美國來解釋 所以就是說這個部分可以說是 大家這個 也沒有說掛出免戰牌 或者就已經怎麼講 各自民進收兵 而是達成了大概六七成的 怎麼講和解 還有三成呢 還沒解決了 對 那我認為軍事部分根本都沒有動 根本完全沒有什麼進展 你一個高層通通話會解決嗎 你看習近平這個 在這個 美國方面對於就是說 習拜會裡面的台灣問題的討論 只有拜登一句話 拜登說我們對於台海的和平和安平 安全進行的討論 Discussion Period 就這麼一段 在中國大陸的新聞稿 以及王毅的吹風會裡面才提出了 就是說要美國把他所謂的不支持台獨 體現在實際行動上 什麼叫實際行動呢 兩點 就是剛剛這個郭文講的 第一個 停止武裝台獨 對不對 這是一個很明確的一個要求 第二個 支持中國和平統一 這兩個新的概念 中國大陸都提出來了 在新聞稿跟王毅的事後的新聞吹風會 都講得非常明確 對 那可是美方沒反應 可是美方第二天就反應 當時沒反應第二天就反應 由誰反應 由美國國防部長反應 由國防部長 奧斯汀 奧斯汀在16號 11月16號 也就是習拜會的第二天 就公開說 美國會加快對台灣交付武器的速度 而且美中關係不會因 美台關係不會因 美中關係的緩和而改變 這就是很明確的訊息 也就是在這個台灣台獨問題 以及這個軍事對抗 還是一個鬥 完全不會往後退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局基本上就是說 非常清楚 我覺得就是說只有在經貿一塊 那另外一方面 其實習近平這次去 是很友善的 可是友善的對象是美國的民間 這是習近平中國大陸 對美國外交的一個新的 翻開新一頁的開始 新的一頁是什麼呢 就是四句話 希望在人民 基礎在民間 然後呢 未來在青年 活力在地方 對 而且立刻落實 怎麼落實呢 未來五年 邀請五萬名美國青少年到中國訪問 第二個 熊貓可能很快會返回 美國的聖地亞哥 因為活力在地方 對不對 基礎希望在人民 基礎在民間 未來在青年 所以這一場演講 也是這一次中國大陸對美國外交重點的一個新業的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亮點 那習近平上的演講 是精心之作 那篇演講的內容真的是寫得真好 豐富 而且把中國的這個立場 中國的這個政策 中國的態度 講得非常清楚 講得非常清楚 那下面事實上是掌聲如雷 對 那個掌聲非常非常的響 而且這四百名 叫美國的記者形容就是說 所有的美國的 major industry的CEO 打S 四百位 那美國有一些 有一些媒體是強烈的 怎麼講 來寫負面報導這篇 這一次的演講 也就是說其實習近平這一次的演講 拜登政府是感覺上是怎麼講 是對他有針對性的 而且他也知道是對他不害好意的 所以呢之前本來是說 這場演講是在習拜會之前 後來放到習拜會之後 你知道The Hill 這個國會山莊寫的一篇文章 標題就是說 這是一個習近平跟這一次訪問 是一個完全的一個尷尬跟一個什麼 對什麼 對拜登政府 主要就是講的這場演講 而且還揶揄這些去參與 與會的這些美國的CEO 可是他只能做到這一點 不過就是說如果說我們看如果說 習拜會我們就認為美中關係 這個已經怎麼樣 已經回暖 已經全面要開始怎麼樣解禁 我覺得 我覺得還有很大的一個 還有很多變數要看 而且在面臨我們今天講習拜會 不是我們講這個藍綠核這個問題 你看台灣的政局 每天一天數變 每天在變 這個變不是從今天開始 這個變會變到520 對 所以呢真的藍白還是要好好聽一下 我們台灣人的聲音 B站的心聲 真的需要政治的解決 好我想問一下亮哥 因為現在中國大陸 這個軍事實力是越來越強了 那尤其是最近呢 APEC廠編會的時候呢 其實習主席也跟誰呢 小馬可是有進行會晤嘛 然後呢小馬可是說沒有人想要發動戰爭 對啊沒錯啊 你怎麼天天跟那個美國一起跳上跳下呢 東協的防長有聚焦南海的局勢 其實早在10月多的時候呢 其實中國大陸就已經怎麼樣 啟動要加快南海行為選擇案的三讀啊 同意呢加快推進選擇的磋商 趕快變成怎麼樣 把南海建設是和平之海啊 然後呢11月12號 中馬太粵檢寮六國的軍演和平友誼 2023也在這邊 廣東戰將舉實了 但是呢相反的 美國跟菲律賓又有舉行了 海上戰事的合作 然後美國跟日本呢 也開了航母啊 給呢怎麼樣 給菲律賓底氣嘛 楊哥 這個是菲律賓自己的選擇啦 因為 他今年1月是搶頭香去北京 對啊 然後之後回來就開始講那個 租借四個島給美國當軍事基地了 對啊 然後一下又搞仁愛嬌 一下又搞黃岩島 每天在那邊小打小鬧 搞到現在一事無成 真的 然後明明跟中國大陸有簽一大堆經貿的協議 到現在連一個都還沒開始執行啊 對啊 因為你每天搞這種 太明顯在扮演美國的軍事的棋子的動作 你叫中國政府怎麼可能啟動經貿的 任何事項 所以他就跟習近平講說 我們的地緣政治應該跟其他無關 這個中國大陸怎麼可能聽得下去 怎麼可能聽得下去 這太天真了吧 是啊 因為中國大陸也不是只忙你這個國家 對 你要這樣折騰 那人家就去忙別的國家 很忙 比如說忙印尼啊 對啊 對不對 阿蘇也那麼多國家 忙越南啊 泰國也很忙 馬來西亞 泰國 新加坡 最近還跟緬北一起 打那個詐騙集團 對不對 人家忙得很 很忙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這個就很麻煩 因為只有他跟美國有 共同防禦條約 我事實上認為是他個人因素 我一直這樣認為 那當然菲律賓的軍方 菲律賓的媒體 本來親美派就很多嘛 可是重點還是 小巴可是自己要做出決斷 你做不出決斷 三不五時又來搞一下 還原島啦 人愛交啦 那你要叫人家怎麼跟你來弄 所以 這個建大使剛剛講一句 我是同意啦 就是你建立了高層的軍事熱線 並不等於你能夠處理軍事矛盾 對喔 比如南海就是嘛 南海你打電話能解決啊 不能 那就是你們衝突點嘛 因為那個軍事的平衡點 還沒有到達嘛 中國大陸 基本上現在是台海問題 我認為他的軍事平衡點已經超過了 所以美國才會 開始想要 就台海的問題跟中國大陸 我們避免軍事衝突 那可是 南海還沒有啦 因為黃岩島也還沒處理啊 還沒去弄 比如說填海造陸的問題啊 或者旺安灘啊 也還沒處理啊 對不對 所以 我覺得中國大陸 應該會一步一步來啦 不過就是說 台灣問題本來就是他要重重之重嘛 所以他就 直接 直接就 向拜登講出了 這兩個新的想法嘛 那我覺得明年 你就會看到一些動靜 對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他 因為這個是王滬寧弄的計畫 由他宣布的 然後宋濤 而且是跟中央單位一起公佈了 就是發改委 還有台辦 是中央台辦一起公佈的 所以我認為這個計畫 如果台灣 完全抗拒 我認為會有後果啦 可是如果藍白不合 是民進黨又執政的話呢 那是賴清德的問題嘛 他要面對嘛 我的意思是在跟你講這個邏輯啦 你如果不面對 不考慮加入 那就會有其他的後果 就是這樣 是 姐要補充一下 我覺得這個 你剛剛講的是 民台融合示範區嘛 對不對 它是從在六月的海峽論壇公佈的 那這個示範區的好處呢 是大陸可以單方面行使 然後它就變成我們以前 常常說的磁吸效應 它可以吸引想要接受的人 就是它可以越過政府的阻礙 想要尋找或者想要選擇 這件事情的人呢 就有一個快速通道 這件事情事實上是有一個 非常高度的智慧的 當然我們討論戰爭與和平 但是戰爭與和平中間呢 原來在那邊求生存 求發展的人 可以去做這個選擇以外 最後避難避戰的人 也可以有這個通道做選擇 因為台灣就不像其他的地方 像烏克蘭 俄國要打某個地方 他都先給他開一個人道走廊 讓人家可以先走嘛 那現在台灣四面環海 那這一個可能也會是 未來的一個人道通道 我的看法是 它不需要台灣的政府 不管是誰執政的合作 它本身就是就像 以前開放了大陸市場 你要去做生意的人 你自己去做生意一樣 那我也想稍微 它會被政府警告 沒有關係啊 那選擇要用腳投票的人 就不怕政府的警告了嘛 因為它可能會是 那些選擇的人在中國大陸 他說你可以很快做一個第一家園 那從這個第一家園以後呢 他們可以再向以前的海溪啊 往其他的第二家園去擴散 那個當然是對台灣來講 我覺得是很遺憾的一個可能性 如果兩岸能夠 好好的坐下來談 然後找出了一個 好的政治解決方案的話 會是個比較好的可能性 那我想回去講一下 那個南海我的看法 跟大家可能稍微有點不一樣 是 美國呢大敲大打 不是小打小鬧 搞到現在 美日印澳以後 還有加上加拿大以後 最多最多加了一個 韓國有時候去看一下 加的就是菲律賓 菲律賓是一個非常小的軍隊 以及非常小的海軍 所以它不管是 它的遠征前進戰略基地 或者是後面說的 DMO的這種戰略的做法呢 菲律賓最多就是一個跳板 那麼這一次如果你去看 在亞洲的域內國家 菲律賓除外其他的國家 我認為他們的意識是非常強的 因為在10月底的時候 討論的是南海行為準則的 第三次文本的討論 當討論到文本的時候 前提已經處理了 就是在細節的地方去慢慢磋商 所以域內國家 假如菲律賓你確定 你不要加入的話 你就會成為非常危險的一個狀態 那麼其他的國家 還是可能達成一個 文本上面的進展 同時印尼做了它自己的一個 非常非常龐大的軍演 有二十幾個國家的海軍 一起來做救難 安全這些軍演 中國大陸這一次六個國家 這是中國柬埔寨 遼國 馬來西亞 泰國 越南的 也是聯合反恐維護海上的 安全的軍事行動 所以在域內國家會用軍事行動 海上救難 緊急安全這些東西 來做他們自己的軍事合作 而美國做的仍舊是 戰爭 戰爭與戰爭 好 我們說中美的博弈 剛剛慶姐講的一個很大觀點 就是美國都是戰爭 戰爭 戰爭 但中國大陸討論是怎麼樣和平 比如說巴以的問題 還有呢跟東盟的國家的和平 比如說最近呢 舉辦了這六國的和平友誼2023 然後呢那你日本現在怎樣 給了這個菲律賓底氣 比如說你擺出什麼 雙航母 這個是準航母 包括加賀號跟朱烏雲號 他們進行改裝了 可以去放這什麼F-35B 垂直起降的這個戰鬥機 被說是準航母 但是呢你其實這個 這個盾位大概3萬噸左右 然後大概放的是12架的F-35B 跟中國大陸相比真的也是差太多 那更別說中國大陸有什麼呢 有帶到護衛嗎 洞伍伍 遵意見呢其實也到南海去進行演習了 他是第七艘 然後重點他成軍速度非常快 不到一年4月他才下水 現在已經有已經戰力了 現在有8艘洞伍伍 另外更別說洞伍伍呢也到哪裡呢 也到你日本這邊附近 去繞了一圈到了東海去了 然後呢中國大陸這邊呢也怎麼樣 有殲35即將要出來了 尤其是取消了空速管的原型機數量 有兩架進行了試飛 殲35三個優點 第一個呢它的啟動速度2.5馬赫 比你美國還要強 還有呢它雷達的速度 雷達的偵測系統也比美國比較新一點 另外還有呢它武器搭配可以 霹靂15這個是有200公里的射程 也比美國還好一點 有後發的優勢 那美國現在擺出 這個五大航母都在動嘛 不過就看到說很多意外發生 比如說10號的時候 究竟有人墜毀嗎 五個人喪命 我排一下 我稍微排一下 剛才特別講了說 美國在這幾年所運作的呢 原來就是鑽石菱形 然後當它把它拉成了一個 印太戰略的時候 這個鑽石菱形的四邊 最近新加入的主要就是菲律賓 作為一個戰略的跳板或支點 那作為這個戰略跟跳板跟支點呢 今年4月的時候有一個非常大規模的野形 1.7萬人叫肩並肩 這是每年都做的 然後另外 對不起 在11月就是最近呢 它做了海上戰士合作 中間比較重要的一點是 它在巴旦島跟在巴拉旺群島 巴拉旺群島就是我常常說的 在婆羅州的北邊啊 就連結到馬來西亞的婆羅州 所以是在南海的代底 那巴旦群島呢距台灣南部屏東 才170公里 就好像宇娜國島距離我們的宜蘭 才120公里一樣 所以它這個巴旦島就是在菲律賓 跟台灣在巴士海峽中間 它用這個地方作為它演習的基地 也是菲律賓最近容許美國去佈建的 所以美國最近被容許佈建的 就是在巴旦跟巴拉旺群島 而在11月呢它就已經做了兩個演習 那麼這一點就讓我們更清楚的看到 在區域中間 若是你以後發生問題的時候 這一大塊通通都會被拉進來 那要拉進來的這些國家 他們會怎麼想呢 譬如說如果說新加坡 這一次它完全沒有介入 新加坡本來是美國從韓國 日本這邊一路到了南海 這個餘溝防線中間的另外一個支點 他們會選擇加入這個戰局 還是離開這個戰局呢 中國大陸這一次從上一次的 中馬太三國的軍演 拉到了六國軍演 中、檢、撩、馬、太 因為剛剛講的聯合反恐 維護海上安全 那你還要加上印尼 因為印尼自己上回做了 那個Komono 就是科莫多軍演 這樣六個 加上中國大陸七個國家 都是南海的域內國家以外 剛剛講了這個海上的實力 我們常常看到的是航母 像福建號或者是動物大區 新的動物是一萬五千 就是變成真的巡洋艦級的那種大艦以外 它的潛艦的壓力 和它的實力也越來越高 我們上次稍微講過一點 而且美國的軍事 一直在分析的就是SSGN 就是巡弋飛彈核潛艦 它具有非常大的長期攻擊的能力 就長程攻擊的能力 所以如果把它放在海南的亞龍灣 我們都知道這些核潛艦會在亞龍灣 所以它已經不是在往 我們現在習慣看的第一島鏈 第二島鏈 第三島鏈 它已經往美國的印太佈局的 後面的那些第四島鏈 甚至到了非洲 從吉布提開始往東非的第五島鏈了 所以如果美國要用它的縱橫漆海的 這種大的航母的投射能力 來想這個市局的話 那突然間 對不起 海上就擠了一點 因為不是只有你一個國家有這個能力 另外有一個國家已經開始具備這個能力 並且在這些所有的潛艦 在換裝巨浪3 就是有12000公里的長程攻擊的能力的時候 無論它埋伏在任何一個地方 美國的世界末日的那個想定都是說 會有一個潛艇埋伏在什麼地方 無論它埋伏在任何一個地方 它的12000公里的這個長程攻擊呢 都足以造成非常巨大的傷害 因此就一定要坐下來 去把兩邊不進入核戰爭 或者是任何熱戰的 這個遊戲規則定下來 否則的話不只是毀滅對手 一定是自我毀滅而毀滅全球的 對啊 所以中美都要談了兩岸當然也要談 大使你怎麼看 因為中國大陸現在怎麼樣 我們都知道說 中美的關係還是會繼續鬥的 但是鬥而不破 然後來看到美國卡 中國大陸脖子很多嘛 比如說這次習拜會的時候 習主席也說 美方不斷針對中國 但是中國大陸的發展有內生的邏輯 不是外部力量阻擋得了的 另外台積電創辦張崩摩 這次去APEC的時候 他也說美國你要重建像台積電一樣 這樣的一個規模的晶圓場斷期內是不可能的 還有說到打壓 但是大陸不斷突圍什麼呢 北斗跟包括了華為都是如此 北斗正式加入國際民航組織的標準 成為全球民航通用的衛星導航系統 等於是聯合國認證的四大全球衛星導航之一 他已經服務了200多個國家 那他加入之後就可以推動 市場化產業化國際化相關的問題 王亞南航空知識的主編就說 因為他加入是ICAO 他已經認定了北斗是一個安全 完善可靠的衛星導航跟通訊的技術 另外再來看到說北斗現在怎麼樣呢 他其實也已經在中國大陸這邊了 有很多手機都搭載了北斗了 佔比超過了98% 另外說到了華為圖圍 華為還有量子通訊的技術 不怕被竊聽 在線了黑科技 這是中電信量子集團近期在廣州 舉辦了這一個生態展出示了這一個 華為MAT60 Pro 量子密化定制終端 我想問一下大使你怎麼看 對這個北斗事實上的話 它最初的話 當然是服務中國大陸的軍事 軍事功能 在這個 這個97年飛彈危機的時候 那時候中國大陸的整個 整個的這個軍用導航 因為依賴美國的 所以一片空白以後 中國大陸下定決心發展自己的衛星導航 當然這個 現在它的世界第二大的 因為歐洲做那個潔力越系統 並不是那麼成功 沒有那麼多衛星 那麼俄羅斯的系統也有很多的問題 俄羅斯現在也用北斗了 也用北斗了 所以就是說這一步走下去 就變成就是說 北斗變成進入的這個商業化的 這個領域 正式得到了一個怎麼樣 一個國際組織的認可 這個整個的申請過程很漫長 今年已經2013年 它是2010年的時候 事實上向IQAO提出的申請 這個過程非常複雜 舉行過多少次工作會議 2011年28次工作會議 然後51次技術討論 然後呢 還要提交了百餘件這技術文件 答覆了2000多個問題 最後才經過了IQAO的技術專家組 航空委員會審查及理事會審議 最後終於讓這個北斗加入了IQAO的標準 這個就是國際 你在你一個產品要進入國際市場 你要得到有這種有這種權威的國際組織的授權 然後你才能夠順利的被很多這種商業機構拿來使用 那這是一個里程碑 也就是中國大陸的北斗 事實上現在就是說已經進入商業市場 它的整個的產品的品質跟它的服務 已經得到國際民航組織的認可 所以我剛剛講了這個是十幾年的一個申請的過程 所以在這過程中 當然北斗它的技術的調整 提升也獲得了很大的進展 這樣美軍也有用 現在美軍也有用 因為你最近一次的就是 事實上是一架這個 當然是東方航空的 它是使用波音737這架飛機 也就是說沒有 然後使用的這個北斗系統 完全使用北斗3號民航追蹤系統 降落在昆明的一個藏水機場 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這些都是一個一個里程碑的 所以民航是要求是相對高 當然沒有軍事要求那麼精準 可是民航它強調的是安全性 安全性是非常重要 所以中國大陸這些產品推出來 你看都需要漫長的一個國際認證 國際標準達標得到這種授權標準 這種單位的達標是一個不容易的 這也表示技術水平已經得到 國際組織的認證了 那當然我覺得這就是說 北斗將來可能就是說 會不會取代這個GPS 這不得而知 不過就GPS走得比較早 那麼中國大陸現在急起直追 在衛星導航 將來這個整個的這些 這個衛星導航市場 是不是北斗能夠進一步的提升 拭目以待 那當然就是說晶片戰 晶片戰我想最近 到最近你看美國的媒體 還不斷地在報導 還在研究那個華為的那一片 那個麒麟9000S的晶片 到底怎麼了 那最近有一些文章 我不曉得是真的還是怎麼樣 他們認為他們報導說 事實上這個麒麟9000S 量產上出問題 那就是說就是說 這是報導的錯 講的是言之著著 說現在這個華為 面臨了很大的挑戰 也就是說麒麟9000這個產能 事實上是有問題的 所以呢這當然有媒體這樣爆啦 當然就看繼續要看 其林就是說 它的出貨量怎麼樣 它的出貨量怎麼樣 出貨來決定 到底這個晶片的產能 是不是有問題 不過整個來講的話 我想很多晶片的專家 都認為這個突破 是一個時間的問題 而不是做不做得到的問題 那現在事實上的話 華為這個晶片的突破 已經讓華為整個 在四散率上 已經喔 今年的話可能 可能是上億支 一億多 一億多 明年兩千萬 兩千萬支 這非常高的一個數額 那這些部分我覺得就是 就是讓整個這個 國際的晶片業大家都很擔心的 張忠謀講的是沒有錯 張忠謀講的沒有錯 我張忠謀講說他也贊成 美國的這種做法 美國對中國大的晶片禁運 我覺得他是有苦難言 對啦 不好意思說美國不對吧 因為說實話 美國沒有做高端晶片 所有的高端晶片都落實 叫張忠謀這個台積電 來實際來執行 他怎麼敢說我不執行 台積電 美國叫他140億 拿到美國投資他就去了 因為台積電也一樣 跟中國大陸一樣 台積電 他所有的生產的設備 被美國卡住 如果今天美國也叫ASML 不要給你光刻 不要給你極紫外光刻 台積電也生產不出來 台積電是製程上 他有很多突破 可是並不表示 他在生產的過程中 不依賴美國的 美國的什麼 美國的生產設備 所以台積電 因為我也認為就是說 張忠謀講這句話的話 他還是安美國人的心 另外一方面呢 他還是顧及到 他那個寶貝的台積電 這個公司 這是他一手創立的 他也不希望 遭逢到什麼 遭逢到華為過去那個命運 美國是不是會對他下手 會的 會對他下手 對所以他基本上 他是戰戰兢兢 所以講這句話 不過我覺得 這個以中國大陸的 以這個1566天的紀錄來講的話 我覺得晶片戰的話 跟所有台灣的 很多這些晶片的專家來講的話 是擋不住的 而且呢最大的衝擊 將來就是中國大陸 大量生產的晶片 會把所有晶片市場的 都要擠出這個 全球的晶片市場 對啊中國大陸 投入這個領域之後呢 就會把任何東西 打成的白菜價 CB值又高 你競爭力又在哪裡呢 借姐你怎麼看 因為借姐之前 我們一開始討論 鴻蒙的時候呢 借姐就已經預告說 他一定會成功 那時候 大家還有人 會有一些質疑心 不過這真的是如此 我們現在看到 第一個 剛剛有提到說 這個華為有捅破天的技術 有這個量子通訊的技術 另外呢其實有部落客 開始爆料說 鴻蒙原生的 運用程式APP呢 這個啟動速度呢 比Android有明顯的提升 也跟IOS媲美 那軟體的流暢度 是提升了 20到30左右的這個 %的這種之間 都有提升了 另外再來看到 很多人也入局了 比如說呢 9月華為宣布了 鴻蒙下一個版本 鴻蒙 Always Nest 要完全自研系統底層 不再相容呢 安卓的應用程式 然後中國大陸 好多的網路商 要加入開發 這個鴻蒙原生APP 包括美團 網易 今日頭條 丁丁等等 我先講一下台積電 台積電最近在9月的時候 它下調了它對於 ASML的光刻機的訂單 所以台積電其實是在 步步為營的一個狀態 那我們回去講一下華為 如果我們盤點一下呢 到今年的8月底的數字 它已經有7億台叫做 installed base 就是使用者的基礎 另外已經有了220萬的開發商 這數字聽起來非常可怕 但是它的生態圈 你可以想像到 它各種不同的這種使用的 這種軟體硬體的開發商 一定是非常多的 所以它已經是一個很快很快 就成氣候的一個平台 那這個平台的對手是誰呢 第一個是Apple Apple的iOS這個平台 最近它本來是從做上面的 這些軟體開始 那從大概叫做韌體 大多方叫韌體 從firmware這一層往上做 它得往下做baseband 基礙 它才能夠做一些大的改變 但是它基礙的開發受到了延宕 所以是2024 2025才有可能 對 所以所有那些提供它基礙的人 就可以稍微投效一會兒 但是這個基礙就好像modem一樣 它會決定你要跟 譬如說以前我們熟悉的GSM CDMA WCDMA 你要跟哪個地方怎麼連結 那若是你沒有基礙的能力呢 你換代跳上去的能力就比較少 所以我斷定或者是我預料 iOS這個霸權會往下一點 因為它沒有辦法往上跳 另外一個影響到的呢 就是Google的Android 因為我們知道為了 逃躲這個iOS的霸權 很多人就到了一個相對開放的系統 在Android這個系統裡面 那這一次鴻蒙說 它下一個Next呢 就不跟Android併容了 斷開 它要斷開 它要自己 它是全字眼的一個系統 從底層一直上去 那因此 本來因為要跟Android相容的這些 中國大陸像以前鴻蒙 它原來的那些課程呢 就會從Android這邊脫離出來 所以第二個大平台 Android這個平台也會往下 所以在美國主導的iOS這個平台 和Android這個平台呢 都會往下 而相對的鴻蒙跟鴻蒙 Next就會往上 那麼除了它現在 從底層開始一路設計到上面 我們剛剛已經講了晶片以外 這一次所講的 名字有點長 我要講的 量子密化定制終端 因為它是它的正式的翻譯 這個東西就代表了說 它已經開始把它 現在的研發 跟量子科技連在一起了 平常我們都知道 當你可以去做通訊 或者是你的手機 你的平板 當你可以在遠端去做 很多下載的時候 它一定有個後門 有後門你就有個加密的需要 因為很多東西 你不希望別人知道 那麼它在上一次 在添翼量子密化 就是在那個用4G 高質量通話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練習了 那個加密解密 所以它在手機端 這個加密解密呢 已經非常成熟 那這一次加上了 國產晶片 量子安全的SIM卡 加上量子安全的中間鍵呢 它就創造了一個 從端到端 就是你這個手機 到那個手機中間 一個非常安全的通話系統 那中間的量子技能 是很難很難破解 甚至應該說是 幾乎無法破解的 現在只是有一些 傳輸上面需要去改變 所以你可以看到 鴻蒙它的跳躍 對就是這樣子跳的 是跳上去的 當它有了7億的 install base使用者的基礎 它有這麼多的開發商以後 它回頭去把它的 基本科學的部分 跟量子再去做結合 第一個會讓觀眾朋友 跟你的使用者有感的 就是你現在通話可以安全了 誰都不希望 相信當時的梅克爾 他們都不會希望 他們的通話被盟友窃聽 是最好的盟友 對 所以現在的這種量子加密的系統 它把 encoding跟decoding 就是加密解鎖的 放在你的自己的手機這一側 但是中間它用了非常複雜的東西 讓你兩邊端對端 都可以有整個全加密 那這樣的東西就是它其他 還在後面追趕 要從底下一直往上去建立 它的全生態圈的這兩個大的對手 一個是以Apple為主 另外是就是iOS的系統 另外一個就是Android的這個系統呢 其實是根本一旗絕城 是難忘其向背的 所以我們從這個地方 可以去仔細的去檢討 當華為被逼的 小院高強逼的 非要自己去做的時候 它的那個全生態圈的這種合作 我上回講過 有很多你可能沒有聽過的 那些小公司 在各個地方 全生態圈的匯積起來的這種 海納百川佩然墨資能域的力量呢 會給它一個非常大的 像是一個火箭一樣的推進力 而中國大陸完整的 從計算模型到雲端 一直到了量子計算的這些發展呢 都會一個一個一個的納入這個大的平台 因為它不只是一個手機平台 它是未來所有的通訊 將來我們當人機聯合 做這個人機界面的時候 無論你在做任何的事情 你都需要快速的通訊 那這通訊中間的加密安全 以及它的五遠佛界 都會是鴻蒙領先其他的對手中間 非常重要的應該算是它的簽名吧 因為它會在這些地方快速的運用 它已經有的install base 使用者的基礎去吸引 越來越多 越來越好的開發商 把它的全生態鏈做成一個非常夯實的結構 並且是從基礎科學一路做上來的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大 klar 總之 大學 這幾次 新 Daima 新大學 新東 新大學 往新大學 新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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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大學